无动说跑步 睡前七种食物会影响你的睡眠 你可能不知道 第一种 番茄酱 冰箱里经常常常着番茄酱 所以面包刷点番茄酱吃了 这会影响你睡眠 因为番茄酱会导致胃酸回流 这会让你释放肾上腺激素 你可能越来越兴奋 第二种食物 巧克力 可能你抽屉都有巧克力 对睡不着来片巧克力 注意巧克力含有咖啡因 这会让你的睡眠变差 第三种食物 酒精 睡不着的时候来杯红酒 对你可能睡着了 但你知道吗 深度睡眠会大大减少 第四个 反正你睡不着来一块美味的牛排 注意 高热量的食物将会让你的深度睡眠大大的减少 因为你的消化系统负荷大幅的增加 第五薯条 薯条会让你的热量大大的增加 尤其是榨薯条 你的胃部将会越来越活跃 你会失眠 第六种食物 苏打水 如果你睡不着来杯苏打水 这会导致你胃部充满二氧化碳 打个宝格你就更睡不着了 第七种 你可能更想不到的 是喝大量的水 因为如果你喝适度的水不要紧 喝大量的水将会导致你不断的上洗手间 你的深度睡眠将会失去 好的七种食物睡前不要乱吃 因为良好的睡眠是跑得好的基础 欢迎关注微博无动说跑步 下次见